综合完美9月27日报道 一名来自英国的男子将自己的经历发到Reddit网站上 男子今年24岁 妻子25岁 两人在一起已经8年了 如今妻子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这对夫妻的母亲在他们出生证上都没有写他们父亲的名字 男方有一个继父 女方的妈妈则有一个长期的男友 最近两人做了DNA测试 结果发现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弟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们并没有打算分开 男子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因此改变 我们上学的时候相识 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后终于在一起 我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 我很害怕 他的妻子将于明年三月分娩 两人都不想打掉孩子 男子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唯一确定的是我们不会再要第二个孩子 对腹中的胎儿来说 不知道会不会有健康问题 如今他们不敢将此事告诉自己的母亲 网友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建议他们继续在一起生活 将这个秘密藏在心中 但是不能再要孩子 还有人表示 在英国这是违法的 如果事情被曝光 可能会被判入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